就是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士 滥用了互联网的便利 散播种族仇恨的这个情绪 以及发表了引起他族不满的言论 而这破手就是行动党 行动党培训了红豆兵 在互联网上发布 不堪入目的屋檐规御 用动物来称呼一些领袖 甚至设灵堂 踩达领袖校将 这种种的这个举止 都是行动党一手带起的不良文化 因为他们把不良文化发扬光大 才造成黄三军的八二九机会 出现了不文明不文雅的行为 也才会有伺候红山军以牙还牙的报复行动 行动党倡导的这类不良文化 冲测着整个互联网 省至不时冲撞他族 尤其马来人的忍耐度和底线 并造成他们的反弹 当然不管谁先错 谁后错 错就是错 黄三军的机会 过程虽然平和 但触席者的行为不受控制 不雅以及不文化的这个举止 触碰了多元种族的敏感神经 红山军之后的以牙还牙的机会 冲撞警方在赤场街的防线 也出现伤害他其他族群标语的言论 包括要消灭华小 整个过程一点都不和平 更把国内的种族关系推向风浪刀口上 更省的是 出席红山军机会的人士被指是支持国阵政府的 可是机会过程中 却有许多破坏种族关系的标语以及言论 完全违背了首相那级的一个马来西亚语念 当国阵在上一届全国大选中提出竞选宣言时 白纸黑字表明支持多元流学校的发展 机会者举起消灭华小的标语时 完全违背了竞选宣言和一落千金的口号 这岂不是郭伯振一巴掌吗 各位同志 我们要清楚告诉这些极端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 华小和母语教育是获得联邦宣法的保障 也是立国协议社会企业的一部分 华小非但不是国民环节的半小时 事实上他也协助栽培了无数的各种人才 包括马上 中文字幕 李宗盛